李宗盛专享音乐会于今晚在奥克兰Spark Arena体育馆举行 本次活动由KVB昆仑国际主办 特别邀请了KVB昆仑国际尊贵客户和合作伙伴前往观赏 李宗盛被誉为华语流行乐教父 华语流行乐坛公认的首席金牌制作人 几十年来他写过的经典歌曲超过白手 捧红的歌手不计其数 可以说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坛的最大推手 从1980年进入乐坛至今 这是他第一次在新西兰开场 这是一场不卖票的音乐会 席位限定2888席 KVB昆仑国际邀请了尊贵客户和各领域的合作伙伴 进行现场观赏 共同揭开同心迈向20年全球庆祝活动奏响的序曲 KVB昆仑国际是一家在奥克兰起家的华资金融公司 并成功将新华人新金融思维传至大洋洲和世界的热门华人聚集地 挺进了大中华区和亚太市场的经济 金融航运枢纽地位 致力于发展领先国际水准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科技 不断满足全球华人市场对现代金融服务及科技的需求 今晚新西兰华人有幸可以现场聆听这个有故事的人的故事 将人生的悲喜娓娓唱来